离开了二代老祖的大殿 萧炎便是在其他几位老祖的护送下 来到了初代老祖的大殿 因为二代老祖并没有吃饼 这令三代老祖十分不悦 放心 初代的心思没那么细腻 依然要被这小子戏弄 几位老祖安慰地拍了拍三代老祖的肩膀 便是目光看向了初代老祖的大殿之内 初代老祖的大殿之内 传出一道道轰鸣声 顺着目光看过去 大殿之内有数道身影 正在展开激烈的战斗 一号 你的手段还是那么简单 一道身影一悬轰出 将另外一道身影给轰碎 若仔细去看 这些身影的模样都是一模一样 二号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太过依赖白燕 一切还是要从自身做起 说完 再度被轰碎 几个腾挪间 数个身影 其连被击溃 最终 半空只剩下了一道身影 其双拳之上白燕弥漫 虽然几位老祖都已经不再是白燕之主 但他们基本上都和白燕产生了共生关系 白燕已经进入灵魂 他们本身也是白燕的一部分了 一如是火焰神域 实则也是白燕中的一部分 之所以他们还保留着一丝残魂 这都是白燕对他们的留恋 才将他们留存在属于他的世界当中 萧炎拜见老祖 此时萧炎对着初代老祖拱手抱拳 半空中的初代老祖也是缓缓下沉身形 来到了萧炎的身旁 看着萧炎以及身后的几位老祖 初代老祖的眼神显得冰冷许多 看你模样也是经常练体 来吧 我的试炼很简单 将我打败就算你过 若打不过 就一直在火焰神域中 初代老祖话音一落 便是朝着萧炎直接出手攻击 萧炎反应速度也是极快 迅速闪避开来 眼神微凝间 没有去过多的解释 便是身形一阵 和初代老祖开始了一番激烈的打斗 元气几乎没有参与 两者更多运用的是战斗技巧和反应速度 随即应变的招数 二人速度极快 只能听见哄哄之声 大殿之内只有几道若隐若现的残影 瞬息之间 两人便是交手了百来回合 双方皆是往后倒射后 稳住身形 初代老祖眼中并没有精测 反而冰冷地说道 刚刚我只用了两成实力 仅此而已 距离战胜我还很遥远 萧炎也是嘴角缓缓上扬 并未开口 而是主动出击 出拳的速度比刚才还要更快了 双方密集的拳头如疾风咒语 初代老祖先是占据上风 一拳轰在萧炎腹部 萧炎身形倒射 不过没有停顿 萧炎略出之急也是同样的招数 一拳轰在初代老祖的腹部 两者依旧没有明显地拉开差距 初代老祖也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这小子的战斗方式 怎么和初代老祖如出一辙呀 七代捏着瞎巴若有所思 老子的确如此 等等 你们仔细看 这小子是在边打边学 这些招数是他临时 从初代老祖那里直接背下来的 而且无缝连接 直接运用到了实战 四代老祖眼眸微缩 露出神经之色 好强的战斗天赋啊 纠炼天赋中战斗当属第一 能够在战斗中 迅速找到敌方弱点 以最快的速度反应过来 这便是天赋 要么与生俱来 要么经历过无数战斗才有可能学会 三代老祖也是微微抬谋 难难道 我看这小子应该属于后者 此时又一道声音响起 几位老祖都是纹身看了过去 不知道二代老祖什么时候也来灌战了 初代老祖据说战力惊人 虽然如今只是残魂 但刻在灵魂里的战斗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要打败他 这样的条件也未免太苛刻了 五代老祖摇了摇头 觉得初代老祖如此有些不妥 初代或许只是想让这小子全力以赴 当然也不否认 而是一个好战分子 也许找不到对手 就准备拿这小子解解门 二代老祖也是参与议论 很显然 这几位老祖都挺无聊的 这吧 眼下都是来解门的 二人身形继续闪掠腾挪 再度是一番交手后 双方拉扯开来 初代老祖眼神已经有了些许变化 只不过依旧冰冷 老祖大可不必留守 毕竟我也只用了两成之礼 萧炎微微一笑 霸道开口 哼 我要成口舌之快 初代老祖冷哼一声 几位老祖听到萧炎所言 结识冷嘶一声 简直被萧炎的霸气给摔到了 三蛋 你看初代的表情 他急了 几个看戏的可是不显事儿大 哦 老祖不信吗 萧炎嘴角依旧上扬 说完之后 在初代老祖眼眸骤人一缩的情况下 萧炎身形顿时消失 而后便是开始了几位老祖都难以置信看到的一幕 萧炎拳头如风 速度比刚刚快上了十倍不止 而且仅仅只是用肉身之力 但美圈之中 隐隐裹挟着雷芒 这并非是萧炎刻意使用体内的雷海 而是 其实雷霆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骼当中 初代老祖迅速稳住身形 倒是萧炎的攻击如疾风骤雨一般 毫无停下的意思 将他彻底碾压 不过 初代老祖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身形也是一阵 整个身形仿佛都燃起了白燕 出拳速度便是再度和萧炎齐平对上 用上白燕了吗 老祖莫不知我也有 萧炎笑了笑 并非去洗刷初代老祖 本就是较量 相互较劲 也是理所当然的 战斗中没有长辈 谁的拳头硬 才是这笔事真正的意义所在 萧炎当即已是身形一阵 白燕自己身上涌动而出 顿时间 初代老祖的大殿便是瞬间被白燕所覆盖 白燕时刻 三代老祖眼神威名 不敢相信 萧炎竟是已经完全将其掌握 而他只不过示范了一遍而已 至于萧炎便是觉得一切水到渠成 不知晓 是不是因为二代老祖 他进入了白燕世界后 已经和白燕灵魂上有了契合 再让萧炎能够轻松明悟老祖们所教的白燕机脚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